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桃李征种日 要求学生对初下联 学生纷纷作答 不料先生又发问 你们能用三个国家的名称组成一个下联吗 义学生对约 法国荷兰比利时 法国与关门相对 荷兰与桃李 从字面上看都是植物名 比利时与征种日对账也极其公正 这一对剧 病人拍案叫绝 这叫做 以巧对齐 清朝大学士 季晓兰就是一位对对子的高手 自小就展现出不凡的才华 十岁时就已经把各种习对歌背的滚瓜慢熟 什么西对谷 水对山 郡岭对鹏兰 柳堤对花园 剑客对风软 一天 路边的水田里农民正在扯盗殃 一个农妇想考考这季晓兰对对子的水平 看到正在细央的丈夫 当即初一上帘 稻草细央副报子 季晓兰用小手指着地上的篮子 对倒 竹兰装损母怀儿 农妇接着又就竹子出上帘 喂出土时先有节 季晓兰对倒 到陵云处仍虚心 农妇穷破不舍 又出一上帘 虚心竹又垂合也 季晓兰眨了把乌溜溜的大眼睛对倒 抱着古梅如养面花 这真是连语惊人 鲁迅先生上小学时 也很喜欢上队课 有一次寿静吴先生出了一句独角兽 学生中队两头蛇 三脚蝉 九头鸟的斗勇 唯独鲁虚对的是笔墨语 先生趁废鲁虚对的最好 因为独角兽的独可以表述但不是数词 而是形容词 而两 三 九则是数词 也可以表述但不是数词 而是做形容词用的笔句对 实在是妙 先生又说了一句 献瘦如井中 鲁迅一听就知道这是下廉 因为终是平生字 于是说出了莫自卫的声的上连 千流归林 鲁迅的连语 与先生的连语 此性一致 评测相对 这叫做 以功取胜 返回搜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